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慧珊是台湾家喻户晓的演员 被公认为当时的功夫女星 在表演的过程里 她常常被数十个一万瓦的水银灯聚焦着 在那样的热度下 练就她表演的感染力 对人生的态度 以及对人情世故的认识 表演 丰富了杨慧珊的想象力 观察力 和创造力 也造就了她对极致表现的固执 不断尝试 挑战创作的极限 甚至是生命的极限 从影迹精湛的影后 蜕变成华人琉璃艺术第一人 在1400度高温的摇炉里 燃烧的不只是琉璃 更是杨慧珊源源不绝的 创作热情及生命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琉璃材质 去呈现生命中的谦卑与悲悯 杨慧珊的花 放到很大很大 深信一朵花是一个世界 以花作为观照生命的方式 也成为它的情感依托 经常被问到 为什么喜欢以佛像做主题 我想人的生命里 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不安 有生老病死的不安 有贪嗔痴的不安 有求不得的不安 而对我自己 我更大的疑惑是 对爱的不安 所以在创作的佛像过程里 就算是创作一个最简单的佛像 我都必须去揣摩它的 慈悲跟智慧 而长时间在这样的思绪里 我觉得它真的给了我 很大的宁静 所以我从来没有当创作佛像 是单纯的艺术活动 我当它是我生命的学习 1998年 杨慧珊选择复注法 诠释东方哲学的内涵 法相 气泡 若有肆无的空间 创作中 包含它面对生命的态度 无常 当下即逝 意志坚决拥抱积极的人生 将玻璃的特质 与个人的人生阅历结合 让玻璃艺术 充满一种东方的 生命的 行而上学的哲思 这是艺术创作 和真实生命的奇特结合 某天清晨 杨慧珊的左耳突然失聪 生命的失序 让他失去了对空间的判断 煎熬里 艺术家选择将这样的状态 转化为创作 流离成为一种人间学习 从1987年 杨慧珊雕塑雕塑第一尊佛头开始 雕塑成为他的生命 一米 两米 五米 一年 两年 十八年 不停止创作 不断地突破 不断地折磨自己 2011年 2011年底 杨慧珊连续工作一个多月 每天只睡三小时 创作高达五米的千手千眼观音 奉纳台湾佛光山 星云法师感动地称赞杨慧珊市 雕塑佛像世界第一人 会跟不会 要跟不要 我觉得这中间是一个很有趣的学习 因为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从不会开始的呀 那问题是踏索续那个第一步 那个开始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秉持的一个就是 你相信你就会听得到 你怎么会听得到 124部电影 124种人生 12年的从影经历 26年的琉璃创作 38年的人间探索 从影后到琉璃艺术大师 12年的琉璃艺术大师